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本市场的下一步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有了特定的事件 有了特定的时间 那往往它就会影响到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市场它就是会笼罩在观望的气氛当中 那当然资金不会说完完全全按并不动 但是进场的资金 至少它一定会是一种打带跑的短线心态 所以你要了解这种心态跟这种资金的特性 它会让盘面就会演变成为族群快速轮动 可能今天礼拜一长哪些族群 到了明天礼拜二也许开高走低 又换别的族群起来 然后到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就如此周而复始的不断的循环 直到这些利空或者说这些变数 它能够获得确定 那讲到特定的事件 特定的时间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三月份的美国联准会 要开会 而且要升息 那主要的预测的差异只是在于 这一次要升一码0.25% 还是升两码0.5% 但是几乎就是确定在这个时间 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升息之前 整个股市 甚至其实债券市场 金融市场 大家都在适应 这个未来一个可能长达是 两年的一个升息周期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 资金总会找到出入 但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 也许散户朋友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这个升息就升息 要调整什么 但你要知道 那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投资资金 是五百万 是一千万 但是法人的投资资金 可能是五十亿 一百亿 甚至国际的大型法人是上千亿元 所以它当然需要时间去调整部位 好 所以讲白了 不论是俄乌的地缘政治 还是美国全球的升息紧缩 这个都是金融市场 已经在反映的消息了 但它随着时间的经过 一定一定会慢慢的淡化 甚至到完全的失去作用力 那么回到现在的一个盘面当中 资金轮动 所以你要嘛呢 你可以以进制动 要嘛呢 你可以选择水波逐流 这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 也没有呢 是非对错 只是在于呢 你自己能够掌控的 有几分能力 那我们讲的所谓以进制动 就是呢 今年到底有哪些 是高成长的产业 高成长的个股 把它研究透彻 把它算清楚 低估价 合理价 到目标价 该买的就买 可以布局的就低接 那接了之后呢 就不要因为呢 今天涨的股票 不是你手上的股票 心就荒 心就急 那个是自己困扰自己 这个叫做以进制动 用长线趋势来保护 短线的波动或整理 那另外一种呢 当然有些人是耐不住的 那资金呢 不想要这么寂寞 那就是呢 加入战局 加入战局呢 那你就要呢 跟得上这个盘面 轮动的节奏 那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呢 慢两拍 慢三拍 有时候呢 这种快速的变动 慢个半拍就吃亏了 那更不要说慢到两三拍 好 那我们很快的呢 简单看一下 大盘的部分 交代过去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三角收敛 三角形的一个整理形态 那量呢 其实也没有积极去表态 没有呢 放大到三千亿 或三千两百亿 三千五百亿 没有往这样子的一个 均量回升方向去走 我觉得整个行情的格局 都不会太大 那如果以类股轮动的 一个表现来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两张表 上面呢 是涨跌幅 所以你所看到红色 就是今天上涨的族群类股 那绿色就是下跌的 那今天电子股是下跌 那涨幅比较明显的 大概就几个传产的族群 包含像航运 钢铁 那另外像电器 还有造纸玻璃 不过最主要呢 是在航运跟钢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进入来看 下面这张叫比重插图 也就是说呢 以该类股 今天的成交占整个大盘 成交量的比重 跟过去的平均值来做相比 那红色的就是明显量真的 那我们知道量真 价强 这代表就是主流嘛 那所以你从这两张图形 一对照 今天的量真价强 就是航运 钢铁 那电子骨 今天的比重差 它是一个长长的绿色 代表是电子骨 跟天气一样 成交比重 急动 冷冻的动 快速的萎缩 急动 甚至缩到呢 只剩下37% 38% 各位要知道 电子骨呢 常态性正常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六成到七成成交比重 行情热一点的时候 甚至到八成以上 可是今天的电子成交占比 只有三成多 这绝对是电子骨的寒流 那寒流呢 也没有什么的所谓好坏 是非对错 因为盘面 就是导师 我们只能听盘面讲的话 我们没办法改变盘面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印了一张电子骨 让电子骨成交比重 回到六成七成 不可能嘛 那盘面就是这样子呈现 但这个时候我们去回头想 电子骨的成交比重这么小 它是不是一个常态 它绝对绝对不会是常态 在过往呢 不管你看盘或操作 你的经验是一年 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都好没有关系 哪怕只有一年 我也跟各位讲 你回头想想哦 你看过曾经几个交易日 几个交易日 电子骨的成交占比 小于四成 只有三成多 真的是趋值可数 所以这种极端的现象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常态 就像呢 台湾要冷到呢 这个一天升下九度十度 它也不会是一个常态 那说这种一个短暂的极端现象 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它就过去了 所以呢 手上有电子骨 其实不用特别去想 它为什么今天有涨还是没涨还是下跌 这不是太重要 整个量都不见了 你要它怎么表现 导师应该问问自己 手上的电子骨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对照今年预估的成长展望 获利表现 它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 那如果是被低估 不仅不要卖 那你想想看哦 没有量的时候 如果跌不下去 那不就是买点到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好的电子骨 整理的时候 量缩的时候 要偏向占买方来做思考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呢 今天量增价强的就是航运股 但是呢 航运当然还是要进一步分仔细一点 以最常讲的或最常看的 包含空运 天上飞的 长龙华航为主 再来呢 海运的部分也可以分成货柜 长龙扬名万海跟散装 运送原物料 铁矿砂农作物等等的散装 那今天的航运股 其实很明显就是呈现 套一句啦 大家都在讲的话 到底是要机票还是船票 上个礼拜 好像呢 市场上多数的主流声音是认为 应该是卖船票 买机票 那讲白话文就是呢 卖海运 买空运 这是上个礼拜 市场上比较多出现的声音 因为就股价的表现 如果你贴着盘 上礼拜 航空股的确是强过于海运股 好 可是呢 威阳老师 分析盘面 按照自己的逻辑 我尽可能力求客观 然后做到正确专业 那是不是一定正确 是不是真的符合你们心目中的专业 这个我不敢讲 这个你们来打分数 但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一定是要客观 所以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里面 算是呢 违背主流意见 但是很直接大胆的告诉各位 我认为航空股走到这里 短线上面是被高估了 很显然的 我特别举了 用华航跟阳明海运的获利 以及市值来做比较 所以我就提到 市值是一家公司 它真实价值最客观的呈现 你的获利到哪 你的市值应该到哪 那不可能说 阳明的获利是华航的15到20倍 结果它的市值只有比华航多 一倍多 那很明显就是航空股已经短线 有点过度了 提早的把今年的获利成长 反应进来还过度反应 所以我不是看坏航空股 我说了解封这个大趋势 全球都在发生当中 这个题材它绝对还是有 继续发酵的空间 也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看好 那长期你去算那个 我教大家的公式 目标价呢 其实也还没到 长期的目标价 但短线呢 这个股价跟基本面 就是主人跟狗的关系嘛 那股价跑在前面 狗跑远了 是不是就要回到主人身边 所以不要乱追 不要乱追 那今天我们看到 像长龙行或华行 出现了长黑可以拉回 好 长黑可以拉回呢 也不用特别害怕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涨多了 那回撤 比较呢 反而可以呢 让它的股价续航力久一些 那如果现在你是空手者 想要切入 那该怎么做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把这个K线稍微放大之后呢 各位看一下 其实今天长黑 不要去管它是不是破五六均线 我也知道市场上呢 可能很多的说法是说 这种强势股 你就呢 拉回在五日均线去买 那今天 它盘中回撤五日均线 你去买了 它立刻又跌破 到尾盘受完又跌破 那你到底该何去何从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 我跟各位讲 你去找出关键K棒 这个意义绝对比五日均线 来得更重要 那这里最接近的一个支撑 就是关键K棒的低点 那关键K棒在哪里 不就这一根吗 带量长虹涨停的发动点 就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低点 如果没有跌破之前 其实多头还是占上风 那如果跌破了 那当然就是表示 多头已经失去了 短线的控盘力 那它就要整理了 它也不会是翻空 因为我讲了 全球走向解封这个题材 它会继续发酵 它也不会翻空 它只会是因为短线 涨多了筹码乱的股价 变贵了 它会修正 然后修正进入整理 所以只是在于 这个多头掌控力有多强 如果非常强 它可能就是一到两天的回撤之后 它又往上 那你不要追 这个就是我讲的节奏 你追了 就今天马上呢 就可能赔7% 8% 那你不追 这边下来了 它再上去 你不就有二位数的报酬率 可以期待吗 这就是同一个股票 你要怎么看待它 然后找到一个适当的买跟卖点 那同样的道理 既然航空只有两件 我们就一次把它讲完 华航也是一样 各位看到今天大跌8.5% 那它的关键K棒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空手者呢 我们今天要不要急着进场摸低 或在五日均线附近就开始承接 没有必要 那你可以呢 明天甚至或者后天 也许就这两天看看 这个关键K棒有没有守住 那如果跌破了 我们就往下一个关键K棒去找买点 不用预设立场 所以这个就是呢 现阶段你要搞清楚的 排面轮动这么快 一追高 不要说呢 想要呢 短打赚个五六%没赚到 反而立刻呢 先赔个七八% 过度不必要的平凡出手 就有可能造成这种结局 或者是说呢 情绪跟资金管理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呢 买卖措置颠倒 也就是说 买点到了 结果你听损 该出场了 不能追了 结果你进场 这个就要买卖措置 买卖颠倒 好 那回来讲一下 海运股的部分 我刚才已经提到 从这个获利跟市值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呢 现在是属于货柜海运相对单计 而且的确呢 我们从这个货柜的运价来看 上个星期还是继续呢 从历史的高档做修正 所以整个基本面呢 其实那个成长的动能 当然没有办法跟去年比 可是重点就在于 货柜的相关个股 已经修正很久 甚至回撤年限 这个叫做低位节 融资也减了很多 这个叫做筹码沉淀 最后一个呢 本益比在反映了去年的获利 那年报如果出来 接着就是要反映的就是 值利率配息 所以它兼具这些优势 我觉得今年的货柜呢 起码在董事会正式公告 鼓励政策之前 大家会用高价值来看待他们 不一定是什么成长或景气情况 而是价值 所以下档就有限 那甚至呢 如果资金又从航空转往航运 它当然就有可能呢 拉出反弹的价差空间 那这里三雄的股价都不错 但我个人认为啦 最重要还是呢 在于我们国内的货柜股的龙头 长龙海运的表现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股价就跳空往上之后 展开攻击 那现在来讲的话 它来到了这个景线之上 这个位置能够站稳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稍微我把时间拉长给各位看 今天147.5 这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12月一整个月 这里盘整的这个平台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如果站稳的上去的话 那这是一个大型的底部出来 那未来呢 你看哦 这长达大概三个季度的底部一完成 是不是就有机会 如果我们照形态学的一个空间距离 来做测量的话 大家自己算一算 这个低点到景线 那往上等距一倍的位置 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大了 所以基本上在操作上面 我认为航空股 你就要注意买卖的节奏 那海运股相对来说 下档风险目前来看 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逢拉回呢 可以站在买方 那至于说未来 这个电子股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分享 刚刚聊到呢 货柜海运股 跌深的位阶低筹码沉淀 那再加上呢 去年高获利 今年有机会高配息 所以呢 它的一个价值 随着呢 回撤年限之后浮现 其实类似的情况 我们也看到呢 钢铁股也是呢 目前回撤年限 或整理了半年以上之后 投资价值浮现 所以今天呢 开始往上攻击 那我想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族群的时候 大概有几个重点 跟各位分享 首先呢 这是目前上市的 钢铁股的 这个股价表现 那当然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片红 一片红代表说 今天呢 多数的个股都涨 那我常常讲 族群性很重要 族群转强 就有机会呢 让资金往这里倾斜靠容 那再来呢 这么多的钢铁股 你要买谁 不是设飞标嘛 那我们尽可能呢 力求合乎逻辑 做出正确的交易决定 那这里大家看到 今天最强的 当然就是呢 涨停板的公司 那这是中午的截图 这是中午的截图 到中午为止呢 涨停板的包含海光 张元 张元 新刚跟巨亨 这四家公司 那这四家就是今天钢铁股里面最强的标的 如果说整个族群成为持续上涨的气势的话 那最强的股票 它会是你看盘的重点 决定这个族群的下一步 它也会是你如果资金想要进场买股票的首选 所以简单讲就是锁定这四档 那这四档都涨停 那谁又是强中之强 再给各位一个观念 同样都涨停板 谁先涨停 那个就叫领头羊 你要看很仔细 谁最先 好 跟各位说明 我们看一下2030张元 今天是不是很早就涨停 锁住 再来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 下一档是这个2038 海光 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也很早就涨停 锁住 这个现行很像对不对 微样老师去比这个时间 是比到多细 张元是9点16涨停 海光是9点21 慢了五分钟 那当然这两家公司 真要说的话 就是今天钢铁股的第一强跟第二强 张元跟海光 那我们今天呢 并没有上车 并没有上车 因为说实在的 你要问我说 今天这里拉上去的时候 到底是波段单进来了 还是呢 这里有多少是准备当冲的 另外又有多少是准备明天卖的隔日冲 我跟各位讲 这无从判断啦 你问谁都一样 这无法判断的 那除非我们就是打算呢 我也可以跟你当冲 或我也可以跟你呢 流仓到隔夜 我也可以跟你波段 否则来讲的话呢 宁可 盘后筹码见真章 但我想说这个地方 钢铁位阶真的很低 是有利于同样的 他们在面对即将的年报行情 跟鼓励行情的时候 是有机会呢 走出一个 至少是一个短中坡的 坡段反弹行情 那如果说今天的筹码里面 大部分是来自于当冲或隔日冲 那当然有可能明天就押回 那押回之后呢 再来看看下一步 或者找下一个买点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思考 但是经验上面 可以先跟各位分享 你如果真的要看这个族群 或做这个族群 今天的观察跟研究 盘中跟盘后是少不了的 盘中就是要看谁比较强 那盘后呢 就看筹码流向 那进一步 我再从位阶比较给各位看 我刚才说张元第一强 海光第二强 那张元呢 我们看到他的年限在这里 回撤年限后 有手然后转强 第一档 那现在的月线呢 下弯后走平翻阳站上 突破了 下降切线也突破 这个技术面 低档转强 漂亮 再来我们看呢 海光 这里呢 打出了底形 颈线位置突破 月线呢 下弯之后 走平 那有一点刚开始翻阳迹象 不过角度还不是很明显 站上了 但如果你眼睛够厉害 犀利 你有没有看出差别在哪 这条叫年限 年限在海光的头上 再给各位看一次哦 2030的张元 年限这一次回撤都没破 那海光呢 年限现在是在头上准备挑战 所以难怪呢 张元是第一强 海光是第二强 你说有没有差别 就这么一点点细微的比较 它还是有差别 所以我从技术面呢 年限 月限 这个角度跟各位做比较 我从今天的盘中的涨幅 甚至呢 涨停板的时间 都比较给各位听了 那你就要知道 那钢铁股现在到底在涨什么 这个很重要 因为钢铁族群 产业很多 对不对 好 那留个小伏笔好不好 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 其实魏杨老师今天本来有准备了什么 钢铁产业链 要跟各位进一步分享 我们明天再来题 那你就先想想 为什么涨海光 为什么涨张元 那你要弄懂这个产业的一个逻辑 那其实买股票真的不能说 看到什么涨 我就什么都要有 尤其是还乱设飞要乱买 那至于说电子股 其实在这里成交量激动之后 好的股票 真的不应该不可以杀低 反而呢 如果你有做好资金的规划分配的话 应该要逢低反群众心理 去买进一些便宜的电子股 今年的一个行情 务必保持灵活的操作节奏 如果你有操作上的问题 欢迎你来电洽询 我们欢迎大家跟着权威家族 对他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这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逅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创 优独立划 优独立则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